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部比较小众化的恐怖片 《医院鬼洞》 影片的名字也很直接 医院里有个鬼洞 据传说在多年之前 有一个恶魔被封印在了这家医院的一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已经慢慢忘记了这件事情 尤其是这里的院长 院长认为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被闲置 也算是一种资源浪费吧 不如开发一下好容纳更多的病人 于是院长找到施工队 打算打开这个被封印的区域 可施工队刚刚凿开一点墙壁 就被一种不明生物所攻击 最后这件事情是越闹越大 整个医院里的医生都听说了这件事情 为了避免被此事牵连 医生们是请假的请假 歇班的歇班 短期之内医院里的人手紧缺 然后一位护工告诉院长 开发被封印的区域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请你现在把墙壁恢复原状 但院长说我是不会相信那些鬼神之说的 然后画面一转 医生苏菲亚来到医院里上班 其实苏菲亚也不太相信有什么恶魔的传说 如果有恶魔的话 那电视上早就播了 然后院长找到了苏菲亚 他说晚上急诊的医生也请假了 能不能麻烦您加个班啊 苏菲亚说行我可以加个班 然后苏菲亚发短信告诉了女儿露西 自己要明天才可以回家 其实对于露西来说呢 母亲不回家也算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可以和男友小安在家里啪啪啪呀 因为没有施工队愿意接这里的工程 所以开发被封印区域的事情也只能是临时暂停 但这里的病人总会有几个好奇心比较大的 时不时的来这里瞧上几眼 不管还好每次都被护工及时制止 晚上护士再次向院长提出了建议 但院长根本就听不进去 最后护工说 如果您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请千万不要看她的眼睛 与此同时 露西和男友小安在参加聚会时 被一名青年打晕 然后他们被120送进了苏菲亚所在的医院 苏菲亚对露西说 你狗在旁边好好待着 看完小安我再来骂你 小安的伤情比较严重 现在是昏迷不醒 他们这边怎么治疗 咱先不说 露西在无聊的等待中 模糊的看到了小安的身影 跟随着这个身影 她来到了那个被封印的区域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她慢慢的靠近了鬼洞 也就是之前被凿开的墙壁 然后一只鬼手将露西拉进了鬼洞 这时画面一转 母亲苏菲亚到处都找不到露西 而病人格子山却在楼道里 发现了露西的身影 原来露西已经被恶魔附身了 她现在要做的就是 不断的杀人来给恶魔积攒力量 在不久之后 她杀死了一位病人 当院长看到这位病人的死相时 也是非常的惊讶 她在临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经过解剖 院长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 可在院长回身的瞬间 那位病人却很诡异的坐了起来 当然院长并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 被附身后的露西 也接连杀害了很多人 其中也包括男友小安 当院长发现这些人的尸体之后 也感觉这件事情有些不太对了 于是她急忙让所有人马上离开这里 可此时的医院里 死的死亡的亡 现在只生下了苏菲亚和格子山了 最后连院长都死以露西之手 为了挽救女儿露西 苏菲亚又找到了护工 护工说 她之所以会在这里打工 就是为了守护这片被封印的区域 她老公的父亲 就是之前封印恶魔的法师 为什么是封印 而不是直接杀死呢 那是因为恶魔不生不灭 只能被封印 如果要救露西的话 那现在必须要先找到露西的肉身 经过一番寻找 外加上格子山的无私牺牲 他们最后找到了露西的肉身 然后法师说 现在需要苏菲亚灵魂出窍 去往鬼洞寻找露西的灵魂 因为只有灵魂才可以看到灵魂 再加上她和露西之间的母子关系 所以只能由苏菲亚进入鬼洞 寻找露西的灵魂 在一番做法之后 苏菲亚灵魂出窍来到鬼洞 当然在鬼洞里 不只有恶魔和露西 还有之前被他们杀害的那些人的灵魂 虽然寻找起来比较麻烦 但最后苏菲亚还是找到了露西 可是在离开时恶魔却死死的抓住了苏菲亚 其实对于恶魔来说 谁来当自己的化身都无所谓 只要将他们其中的一个困在鬼洞里 那恶魔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体继续害人 当然法师也知道恶魔的这些想法 结果法师进入鬼洞救出了苏菲亚 而法师却打算要与恶魔死磕到底 影片的最后 苏菲亚和露西走出了医院 但法师却消失在了鬼洞里 而护宫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吸引 慢慢的走进了鬼洞 到此影片结束 其实对于恶魔不能被杀死的这个理论呢 我个人感觉是法师的法力不够 例如猛鬼神胎里一开始的那个鬼魂 不也是被封印或者是被镇压的吗 当然最后也是可以被杀死的 只是他们一时没有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 不管是恶魔还是鬼魂 小伙伴们也不必担心 咱们这边的阿飘都比较讲道理 没有因果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害你 正所谓是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